可能當時唱片公司有要求說 一定要湊滿十個人來試唱 他只要隨便走 搞不好 那可能我是湊一打另外兩個 但是我要澄清 我今天狀況真的不好 很多參賽者都這樣不是嗎 好 下一位選手 我們要聽一下你的歌聲囉 請開始 人生早有預備 還不算太黑 有一點葉愛玲的味道 葉愛玲 就是她唱歌很復古啊 有一點點老味 對 老味 可是我覺得是滿有實力喔 對 可是這是左安安第一次沒有搖頭 真的喔 妳剛剛說丁老師比較嚴 可是剛剛每一次搖頭都是左安安 被刁滿的時候 我是長得嚴肅 她是內心很嚴格 真的嚴格 所以這樣可以進來嗎 還是要變 我覺得還是變一下 還是你用兒歌的方式來唱這首歌好了 來 請開始 孤獨萬歲 知了無罪 誰抱著一張心來 有人陪 還滿像小朋友唱歌的 她後面一直很想 撐住 她尾音不懂 這樣有唱到小朋友的味道吧 有啦 有啦 可以過關 好 放進來囉 好 我們歡迎她 小孩版本還滿厲害的耶 妳後面是不是很想要狂抖出來 真的 有人說過妳唱葉愛玲嗎 沒有耶 可是妳唱歌是老派型的啊 對... 就是很適合配這種舞蹈的那種對不對 可是我又 唱歌的時候又不會這樣跳 所以妳該在門後唱妳是靜靜的這樣子站著 就整個就是...就這樣 林秀琴是那個... 陳志遠的太太 所以妳有覺得就是嫁給她之後 有斷掉妳的明星路嗎 結果呢 結果後來就可能就一直... 也沒有... 就是... 結果也沒有到... 也沒有到那個... 還沒有進來啦 結果還沒有進來 就是一直歌唱比賽 然後... 就一直是在邊緣這樣子 可是妳歌唱比賽的... 又是一個在邊緣的... 等一下... 妳總得過一點名次吧 有... 第幾名 對... 就是... 中廣流行之星 然後呢 然後... MTV的新生卡位站 第幾名 就第二、第三啊 那還OK啊 還OK啊 已經是我們目前最高名次了耶 前三名算厲害啊 真的 對... 第一名是誰 妳說... 當時那個比賽的第一名 新生卡位站是... 蔡依林 真的啊 對... 妳跟蔡依林競爭同一個比賽 對啊... 那妳今天來是希望證明... 妳會唱歌 對 妳是不是也不是在歌唱大賽 然後打敗當時的參賽者 她的情況大到嗎 結果妳打敗誰 我沒有打敗她啦 就是剛好... 妳跟誰PK 梁文英 就剛好就抽籤就抽到 我想說... 真的太誇張了 我就想說... 她是要罵髒話嗎 沒有 對啊 那時候就想說 可不可以選一個就是... 就是可以... 平庸一點的 對... 然後就一抽籤整個就發抖 結果後來是平手還是有贏 沒有啦 就是我... 我還是輸啦 妳在原住民裡面算厲害的嗎 小虎老師說欠栽培啦 黃小虎說欠栽培 所以如果栽培妳是... 就說不要 如果是妳評斷她 妳也會說欠栽培嗎 如果栽培就會出色嗎 真的是欠栽培 就是沒有人告訴她 怎麼樣培養出她的特色 要不然就是她的唱法我們覺得 哇 唱很棒 可是個人特色少一點 那妳覺得我是欠栽培嗎 妳不用了 妳已經很棒了 妳是欠栽培 可是已經做了家庭主婦跟媽咪 是不是明星夢就要斷掉了 不用吧 還是可以紅啊 對不對 就希望一個那個唱片公司 就是要...要找這種 專門道 對 就是要給她改頭換面的話 可是如果妳想看妳出唱片 妳的族群要拉到哪一塊啊 卡車司機還是 沒有啊 就是如果沒有人知道我是 陳志遠的太太 其實一般人不知道我其實是結婚的人 她想隱瞞這件事 妳是說有一些男性還是會覺得 妳的外型等等歌聲都不錯 對啊...就... 所以她為了要在唱片節發展 她想要隱瞞她結了婚這件事 對不對 OK 好 看今天能不能夠促成妳這個願望吧 歡迎妳啊 小燕 謝謝 下一個選手希望爭氣一點 來 聽一下她的歌聲囉 小燕姐妳說什麼字啊 也是很想幫她叫出來 我覺得... 我覺得她是有廢而來的 因為她找了一首可能對唱 一個是費玉琴 一個是周杰倫 沒錯 她鋪... 她就想兩個就可以不一樣 那我們要聽聽看她 到底有沒有不一樣 老師不要給她聽... 妳也是這種暴露的人 我們也不要讓她表現 妳直接給我去後面回家裡 妳做節目怎麼那麼閒的啊 妳知道嗎 超強實力派優質歌手 未突破狀況現場 來 請你換一種唱法囉 來吧 不願意這一種空吹過來 這一種空吹過去愛你 這是不同的歌 是不是 這樣你換一種唱法 你要唱一樣的歌 我要唱一樣的歌 對 你要用剛剛那個... 那個歌 可是要換你剛剛那個台語唱法 我送你離開千里之外 你無聲黑白 有... 有... 歡迎這位選手 還有吧 好棒喔 好棒喔 終於來了一個真正踢館成功的人 厲害的耶 你剛才變得很徹底耶 有嗎 有啊 我完全沒聽到自己的唱 丁老師很讚賞你 謝謝... 他覺得你到目前是換唱法 換得最明確的 你參加過幾次歌唱比賽 從以前... 從出道前就開始參加歌唱比賽 在LA的時候 然後大概20幾次吧 10幾次 20幾次 厲害的名次是 就是一個第一名 然後其他都是第二名 我們今天在大家出場前 有講到說 其實在歌唱這件事情上面 紅過了就好了 你們B.A.D.就是紅過啦 可是我真的覺得 我自己覺得沒有 不夠嗎 我自己覺得沒有 可是你們還有拿金曲獎耶 對啊 我覺得那個是... 那個是一個... B.A.D.紅過了吧 其實算紅過 不過... 不過我覺得B.A.D.喔 在歌壇上面的位置喔 就是我們來看 就是說他們好像有觸頂 有觸到一下 可是沒有持續下去 可惜是在這個地方 就站...坐在那邊 然後站起來的時候 就頭撞到一下天花板 然後就... 就喔 然後就回家 是觸頂這個意思嗎 除了B.A.D.之外 另外兩個都不再追求這件事 對 現在就在家裡幫家裡做事 他們就沒有在抱著 任何想要出片的感覺嗎 對 然後你還想 還想啊... 因為我覺得還是喜歡唱歌 可是你不是已經有女朋友了嗎 你有發現是不是 不關唱歌什麼事 我亂問看你會怎麼回答 B.A.D.他有... 他在跨年的時候在家裡落淚耶 真的很傷感耶這個 幹嘛 因為就是 因為剛好我們每一年發片的時候 這跨年就去現場跨年就好 擠不進去啊 氣哭 沒有 因為我們每一年發片 都剛好是在年底的時候 那所以幾乎每一場跨年 我們都會去...都會去唱 就是B.A.D.當時出道之後 就會一直被邀請參加各地的跨年 各地的跨年這樣子 那這樣連續下來五年嘛 五張專輯 那哭的那一次是 哭的那一次是 因為就是第一年沒有發片嘛 然後那時候就在家裡面 你說B.A.D.已經解散了嗎 對 那時候約到了 約到了之後 就公司就說解散 然後就在家裡面看電視看跨年啊 就覺得 那個人我認識 這個人是我朋友 然後再看看自己 我現在怎麼會在家裡面 你覺得你應該在台上唱是不是 對 我會覺得我應該是 站在那邊唱歌表演給大家看 那你為什麼不去舞廳玩呢 你為什麼在家看電視 就因為其實我一個人的設計 我很不喜歡往外面跑 很奇怪 就你自己也要現在 以前也玩過了 對啊 然後現在就想要在家裡 在這種自憐的情緒當中 對啊 然後就... 你就大哭了 然後有灌酒嗎 就是把馬鈴薯片塞滿整的 然後你那個啤酒瓶罐捏 所以摔到牆上啊什麼 沒有 就繼續看啦 然後其實就還滿感觸滿多的 就哭喔 我懂啦 因為我看許乃玲主持 我也會想說